2019年 电影《误杀》成为了一匹当之无愧的黑马 上映17天 票房累计破7亿 在电影中 位高权重 杀伐决断的警察局局长拉运 一个眼神让观众不寒而栗 凭借着犀利的眼神戏 拉运的扮演者沉冲火了 但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沉冲就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顶流了 从宏极一时到无人所知 沉冲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又为何被无数人痛骂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岁月美人 沉冲 1961年 沉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知家庭 家中几代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医学专家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 沉冲从小就热爱读书 还写的一首好文章 14岁那年 沉冲被负责拍《长征三部曲》的导演一眼相众 随后便跟着剧组开始没日没夜的训练 然而排练到一半 这部戏突然被取消了 这令年幼的沉冲感到非常沮丧 但一位上营场的老前辈看上了训练时一股狠劲的沉冲 并推荐他去了演员培训大师班 1976年 15岁的沉冲被导演谢晋选中 出演了电影《青春》 沉冲凭借着这个处女作一炮而红 17岁的时候 沉冲和刘晓庆主演了电影《小花》 在影片中 他饰演妹妹找歌《泪花流》的小花 春面红润 名谋好齿 一夜之间 他成为了无数少年的梦中情人 凭借着这部电影 沉冲获得了大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也是迄今最年轻的百花奖以后 年少成名 突如其来的鲜花和掌声 让沉冲有些不适应 再加上母亲每次从美国寄来的书信中 有很多新奇的小玩意儿 这让他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于是 20岁的沉冲毅然决然地 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但是下飞机的那一刻 他才发现现实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了鲜花和掌声 没有了狂热的粉丝 只有父母开着一辆车来接他 然而父母也是被国家公派的 并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供他居住 所以他只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为了活下去 他在一家餐厅里洗盘子刷厕所 有的时候餐厅老板还会拉着他和客人炫耀 这是来自中国的影后 这让沉冲觉得非常难堪 但是为了生活他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听说去好莱坞做群演能够拿到很高的薪水 他便一头扎进了好莱坞 可是在这里没有人承认他是最佳女主角 他只能从扮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开始 就这样在好莱坞闯荡了几年 虽然得到不少导演的认可 但一直都没有合适的角色 连上京的机会都少得可怜 直到1986年 陈冲在停车场被大班的制片人拦住 制片人觉得陈冲是最适合饰演大班女主角的人 还要立马就和陈冲签约 当时的陈冲因为没钱 便答应了制片人的邀请 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 他出演了他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 在大班中 陈冲饰演了一个愚昧的被出售的女奴 靠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主 因此在影片中他有不少的裸露镜头 电影上映后在美国大火 但是却让陈冲遭到了不小的非议 当时国内的观众思想比较保守 在得知陈冲大尺度出演后大跌眼镜 曾经的清纯小花居然在大众面前脱衣服 小花变成了脱星更是成为了热门新闻 这也让陈冲感到很难过 但这并没有让他就此放弃 他反而更想要在好莱坞打下属于自己的天地 或许是因为在异国他乡太过孤独 所以陈冲想要寻求一个慰藉 在拍摄大班的时候 他认识了好莱坞的身形教练柳青 认识没多久之后 两人便领了证 但是婚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柳青多次阻止陈冲外出演戏 还表示希望他能够回家钻研医学 陈冲无法忍受丈夫干预自己的事业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 陈冲继续一个人在好莱坞闯荡 他拿出身上仅有的钱 请了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照片 然后将照片投到各个剧组 但都石沉大海 多年后 陈冲回忆说 那是最糟糕的时光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浪费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1987年 在好莱坞浮沉多年的陈冲 终于等来了机会 导演贝托鲁奇 打算筹拍一部 关于皇帝溥仪的故事 并在全美寻找一位 具有东方美 岂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女演员 来出演电影《末代皇帝》中的宛容一角 熟知 陈冲的副导演 便和贝托鲁奇推荐了陈冲 就这样 陈冲出演了《末代皇帝》 但是因为此前 在大班中的裸露镜头遭人唾骂 所以陈冲特意和导演提出了不得有任何裸露镜头的要求 然而在拍戏的时候 小皇帝因为不熟悉 宛容身上繁琐的衣服 情急之下将宛容的内外衣一同扯了下来 使得陈冲不慎走光 陈冲当即停止了拍摄 请求导演删除刚刚拍摄的镜头 然而导演却觉得这个小意外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反而还体现出了小皇帝未通晓男女私情的纯情的感觉 导演觉得自己甚至应该感谢小皇帝的无心插流柳承音 而陈冲却是当即拒绝了导演 并开始卸妆 随后更是直接离开了拍摄现场 两人都不肯向彼此妥协 最后无奈的贝托鲁奇最先让步 这才让绝世的宛容出现在了迎评之上 末代皇帝上映后 席卷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 陈冲更是成为了首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华人女演员 成为了第一位被美国电影学会接纳为会员的华语演员 还成为了奥斯卡终身评委 但比起这些更为可贵的是 陈冲彻彻底底地爱上了表演 陈冲说 因为末代皇帝 我看到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群艺术家 耳濡目染 我对电影的情感 对电影的爱 我这辈子不会再逃跑了 所以当佑森来到他的面前时 他不再抗拒大尺度的戏份 在这部电影中 陈冲突破了所有的界 他不仅赤裸上身上演了大尺度的激情戏 更是剔去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 饰演了一个前期天真善良的红恶公主 后期鹰雾冷眼的青瘦夫人 虽然这部片子因为尺度过大 无法在内地上映 但是陈冲展现了自己 不畏角色束缚的精湛演技 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欲感 之后 陈冲凭借着《红玫瑰与白玫瑰》 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她的事业扶摇直上 1995年的时候 陈冲出任柏林电影节的评审 但是她有些失望 因为她没有看见令她心动的电影 她便想着自己能不能拍一部电影 正好这个时候 严格林和她讲述了天狱的故事大纲 陈冲觉得这就是自己的青春年代 这也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女性故事 她第一次产生了 想要将一个故事拍成电影的强烈想法 最后 这部电影横扫了当年的金马奖 让陈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导演 更让李小璐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马影后 虽然李小璐直言 陈冲骗了我 说那些裸露镜头是视镜 但最后却用到了影片之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部电影是李小璐演技的巅峰 虽然陈冲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他的身上却存在着许多争议 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他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彼得的剖弃养女行为 1998年 陈冲和彼得以不能生育为由 在中国收养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 陈冲突然怀孕 不少人担心陈冲收养的两个女孩的未来 对此陈冲表示对三个孩子都会一视同仁 但在陈冲的女儿出生之后 大众却发现陈冲早就将领养的两个孩子 转送给了纽约的一对夫妇 此事败露之后 陈冲受到了大众的指责 既然如此 当时为什么要领养这两个孩子呢 最后 她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 出来解释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 可以照顾那两个孩子 而纽约的那对夫妇家庭条件很好 可以给两个孩子更好的照顾 但是大众却都不买账 之后 陈冲开始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虽然她陆续参演了 家乡的故事 太阳照常升起 何以生肖默 色界等多部影视剧 但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直到2019年 凭借误杀中的警察局局长拉运 陈冲才重新被大众熟知 在参加十三腰的时候 许致远问她 岁月对你意味着什么 思考片刻后 她说道 岁月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我经历与战胜了那么多的痛处 身体上的 头脑里的疾病 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吹嘘的事情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老不可怕 可怕的是朽 岁月或许带来了皱纹 带来了伤痕 但是只要不朽 一切都值得吹嘘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